北车女侧传恐怖叫声 她上到一半惊见脱裤男 捷运台北车站的女侧 去年6月传出恐怖叫声 一名女子进女侧时 成熙男子尾随入内 静从隔壁侧间 爬隔半到女子使用的侧间 脱裤并捂出女子嘴巴 女子挣扎大叫 心结阿姨听到后 立刻按下警铃 男子被逮后变称 是酒醉小兔才进去女侧 不过法官根据监视器画面 发现她在案发前 一亮度进入男侧 出来后也是离男侧较劲 不才信她的辩词 因此依强制委谢罪 判她一年半订阅 而民事部分 法院判她 需配偿5万元给女子 动新闻台北报导